基金觀點 藝術來不開投資著名畫家F.Kline不下的I.K.B. 整幅作品只有一片藍色互聯網一名藝術顧問向《紐約時報》表示 這是過分的最高警戒 它其實不無道理疲開疏忽比不談 佳時得於5月拍賣週的成交額以高達10億美元 金額足以P.A. 美曼哈頓高層公余的瘋狂售價隨著股市值值上升 獲利不少的投資者總要找個方法把錢花掉 與其買基金 為何不賣幾幅名畫 我從來都畢業充藝術 最多只會把插畫是Norman Rockwell設計的週六晚報封面表起 但有時當它將備受注視的插畫推出拍賣時 我與妻子說便開始產生興趣 開始訂閱拍賣行的通訊無可否認 欣賞畢加索Picasas 或現代收藏家瘋狂熱捧的藝術品 其實相當有趣 我並非專業的鑑賞家 往往只是被迫欣賞說的作品 因為它喜歡臨無著名的畫作 借座投影機複製原作的輪廓 再填上顏色他總是說 為什麽要花二千萬元 給我七十五元 我就能為你畫一幅事實相 我們睡房的壁爐上便掛了一幅有受簽名的不加索名 或我嚴重缺乏藝術天分 甚至懷疑自己是否沒有控制手腳協調及繪畫能力的有腦 但當我細月收到的拍賣目錄時 便發現並非只有我缺了幼腦 有些藝術名家也一樣 依父 克萊恩·歐斯克萊恩便是其中一禮 我在佳視得二十世紀藝術拍賣目錄中 看到他的兩幅觸目作品 標題後著名了其生出年份1928至19621962 大概是指他已去世 真可惜,因為我無法與他來過有腦大比拼 但是,我發現我們都有不少相處的地方 因為他的作品根本與我畫的字畫漲無異 唯一分別是他能從中獲利容許我先介紹他的第一幅作品 供大家仔細欣賞這幅令人摸不著頭腦的作品題為 I.K.B. 據佳視得所描述 作品材料包括癌尿及合成樹脂 圖於畫板上,整幅作品只有一片藍色 大小為8.5吋乘7吋 雖然在藝壇備受推崇 但我卻覺得有點偏小嫌疑 作品最後以35000美元成交 可能克萊恩不下的藍色是世上最藍的藍色 但卻少了創意與幼腦再舉一個例子證明他的腦袋有個黑洞 他第二幅價為人熟悉的作品 I.K.B. 121 大小為17吋×14吋 股價為15萬美元相信了吧 克萊恩是個非常特別的華家 他甚至自稱為單色克萊恩 原因顯而意見他必定深明一個重要的道理 如果找到新的題材 便要好好善用雖然我的法語不佳 但最近亦嘗試於學似通靈的夢境中與這位鬼才對話 我專稱他為藍先生我說 我的好朋友藍先生 我在藝術世界的題材到底是什麼 那麼以下就是他的建議 我想我早應該要到 藍色是我的專利 你不如試試紅色我們果然是心靈相通 不論是人生模仿藝術 還是藝術模仿人生 現在先轉到左腦 分析一下當前的金融市場債券方面 我把握難得的機會沽愁 是我的名句還是飽受評擊的言論 德國國債 但執行方面卻有待改進 不過 這正是全球過度寬鬆貨幣政策 衍生的投資機會 貼近零的政策利率與央行增相推出量化寬鬆措施 繼續促使投資者倉投資於金融資產 而非實體經濟全球 衍生的機會而內人尋味的事 各地央行似乎與相關經濟體處於不同的週期舉例而言 歐洲央行將於未來一年繼續購買價值7000億 而美國聯儲局則急不及待要於2015年底加息者 歐洲差異令全球資產價格仍然出現顯著差距 造就吸引的套利機會 例如十年期美國國負債券仍比十年期德國國債出現175點子的日價 而長期平均值則為25點子在保守投資者仍在靜觀其變的時候 購買美國國債及沽出德國國債便能於息差收窄及資息率回升時 帶來潛在資本回報貨幣財政政策的分歧及突然實施相關政策 造就了上述的投資機會高風險資產市場也能找到差距懸殊的例子 例如企業債券、高收益債券及部分股市股值皆比歷史平均值 偏離最少兩個標準差 但投資者卻不能假設所有類別或地區的資產價格最終將會重返歷史平均值 我在2009年的新常態及2014年新自然政策利率文章中作出剛好相反的預測在新常態中 我認為高債務比率及其他結構性阻力將會令美國及全球經濟增長放緩 而新自然政策利率則指此市況會令未來的政策利率顯著下降 而且各國的變化將會有所不同 相信連格林斯潘也無法理解這個複雜的難題投資者如何能夠在市場上獲利 我們在下一期專欄中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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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下一期專欄中探討